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TCM通信电路高P0866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适用于许多OBDR车辆1996年以后。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到齐、本田、大众、福特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如果您的车辆存储了代码P0866并带有故障指示灯、Mail,则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变速箱控制模块TCM通信电路中检测到高电压情况。 虽然某些变速箱控制模块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以及乘到PCM中,但大多数是独立组件。 根据车辆制造商和型号,与TCM相关的代码也可以存储为P代码、B代码或实质U代码。 如果存储了P0866代码,则很有可能还会存储其他PCM核或TCM代码。 也可以存储防BOSS制动系统Apps代码。 使用计算机网络称为控制模块控制配备OBDR的车辆中的电子变速箱控制系统。 这涉及通过控制器局域网CAN在各个控制模块之间进行持续通信。 PCM利用来自多个发动机和变速器传感器的输入信号来计算自动变速器换挡策略。 高压梦在变速箱内部迫使流体通过阀体并进入阀塞组件。 除了润滑和冷却变速器,高压流体使离合器瞬间脱离些块,从而可以平稳地改变传动笔。 一个或多个电子压力控制EPC螺线管有助于调节流体压力。 电子压力EP传感器为PCM提供有关变速箱各个点上流体压力的相关数据。 电子换挡螺线管用于中段高压流体的流动,以便在受到指令时变速箱换挡。 PCM使用来自变速箱输入速度传感器和变速箱输出速度传感器的电压输入信号来确定变速箱是否有效变速。 与许多其他自动变速器故障一样,变速器控制系统代码可能由电器或机械故障引起。 如果PCM检测到需要没有点亮的故障,则代码P0866将被存储并且没有可能点亮。 典型TCM传输控制模块的视力此DTC的严重性是多少。 如果存储了此代码,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您的变速箱变速比正常变速更加剧烈。 如果您的车辆显示了代码P0866,则应尽快对其进行诊断。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故障代码P0866的症状可能包括,变速箱换档模式错误变速箱换档失败燃油效率降低变速箱打滑变速箱结合延迟其他与变速箱相关的代码禁用Apps的代码常见原因有哪些? 造成该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变速箱传感器故障车速传感器故障Can线数中的开路或短路机械变速箱故障TCM、PCM或编程错误,有哪些P0866故障排除步骤。 您将需要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母表、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以便准确地诊断代码P0866。 试拨器在诊断各种传感器输出方面也非常有用。 您可以通过搜索技术服务公告TSB来节省时间,该公告可以复制存储的代码、车辆、年份、品牌、型号和发动机以及所显示的症状。 该信息可以在您的车辆信息源中找到。 如果您找到合适的TSB,则可以快速解决您的诊断问题。 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相关的冻结真数据后,将信息记下来, 以防代码被证明是断序的。 之后,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直到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代码被恢复或PCM进入就绪模式。 由于PCM是断断续续的,因此此时PCM是否进入就绪模式可能更难以诊断。 在进行准确诊断之前,可能需要使导致P0866被存储的条件恶化。 如果代码已恢复,请继续诊断。 您可以使用车辆信息源获取连接器正面视图、连接器引脚分布图、组件定位器图、接线图和诊断流程图与所讨论的代码和车辆有关。 对相关的布线和连接器进行外观检查。 修理或更换已被切割、烧毁或损坏的接线。 使用DVAM测试TCM核或PCM上的电压和接地电路。 如果未检测到电压,请检查系统保险丝。 根据需要更换熔断的或其他故障的保险丝,然后重新测试。 如果在TCM处检测到电压和接地,请在PCM连接器上测试相应的电路。 如果在此未检测到电压,则怀疑所讨论的组件与PCM之间开路。 如果在该处发现电压,则怀疑是TCM故障。 PCM或编程错误。 大多数通信错误代码都可以归因于编程问题。